回應可惜主要CP中的 劉東靖沒有到場 我平常有跟他有聯絡 然後知道他很忙 就希望他以工作為主 上次見到他應該是 上個月吧 拍雜誌 然後就有見到 哈囉 各位美女朋友們 你們好 我是演員劉 請翔天我就拜託你 好好幫我回答一下 各位的問題吧 好 沒問題 在劇裡面有一段 是讓劇迷都很心動 就是在球場上面相吻十秒 那是你們的第一場吻戲嗎 會緊張嗎 其實滿緊張的 他嚇呆了吧 我覺得 因為我拍戲的經驗也不多 更不用說吻戲的經驗更下 而且那天我記得 我們大家在搶戲在感光 又很熱 水煮交融在一起 這一段劇情呢 其實在原主裡面是沒有的 因為很多原主的粉絲 可能覺得我們也看過的時候 小說我其實看了兩遍 可是我為了戲劇的推動 我必須要讓他們進入 比較曖昧的一個境界 所以這個小說提供了 兩個很棒的小角色 可是這個很棒的角色 不是兩個十七歲的演員 可以演出來的 我覺得這角色困難度有多少 我覺得太難了 一到一百 我覺得至少有到九十五以上 某程度來說就是 我的經歷跟江天有 一些是重疊的 我覺得最相似的應該是家庭部分 從小學開始一個人長大 也有跟後母生活 然後也有去技術學校讀書 就是那一種一直都靠自己 漂泊 我不太想把這些事情發 對 我覺得一開始 我在扒你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都有點抗拒 有趁愁的肌肉去跟家人聊聊 我爸爸已經不在了 現在是跟我姐 我很愛我姐 可是我跟她 我們的家庭並不是會互相聊天 互相分享的這樣的一種習慣 跟傳統 因為有很多那個書粉們 他們覺得說 哇 江天是孔童的 他怎麼可能第二集 就是跟人家接吻 江天孔童這件事情 就在我對援助的解讀裡面 是沒有 我想可能當時很多書粉 說他孔童是因為這個傷 他在七歲的時候 看見他的爸爸 跟另外一個男人上床 那這一段爸爸上床的事情 我是全裸拍的 是爸爸 江天生活會不會有比較 大尺度一點的 今天一次試試 敬請期待 有大尺度的 可是 有很多人在敲碗第二季 第二季就是 雞雞王已經八片嘴唇黏在一起 他有一場裸露的戲 我想起來了 盛望這個角色做春夢 你還記得吧 全劇都我在露 他有一場蠻重的戲 我們有露到地骨 所有的人 他在操場 你有害羞嗎 他超害羞 我記得他保的時候 都這樣夾得很緊 夾得很緊啊 現在回想起來還是很害羞 讓人更好奇場面會有多壯觀 完全樂採訪報導